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引用到现代的企业里来运作 我想我们前面用了三个小时跟各位铺垫 也说明到了能锁之间的关系 因为能锁的认知与运用 是我们在所谓中国传统的 叫做玄学或者辱学 或者现代人讲的哲学 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不讲哲学 所以哲学是西方的逻辑论辩学问 我们讲的是辱学或者玄学 这一套论辩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论辩是作对施杀 我们论辩它是有一定的架构存在 所以当你这个架构不存在的时候 它是不存在那一套逻辑的 那你现在用西方那一套 它没有标的 它能锁主客之间随时可以犯 可以犯交换 所以它无一定的敌人 也无一定的朋友 它只看厉害 那我们是不一样 我们圣贤教育一定有主有赤 有体有相 所以我们有能有所 这个你要搞清楚 所以中国再怎么变化 它都有一个根源在 自古以来这一条中走线一直没变 大概你会发现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 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有没有想过 共产党不是批林批孔三反四反 一反再反嘛 打倒孔家殿 对不对 把旧有的文化大革命 通通给连根剷除了 现在又什么 又回到传统文化里面来 跟你讲 这个系统里 我们有一个不变的DNA存在 这个DNA就是儒家思想 这儒家思想你这样讲 太笼统了 你怎么证明它的存在 在我们的宫廷系统里 一直存在着 我们用现代的话讲 叫做皇帝修炼 不是天生当皇帝的 皇帝是要经过一段修炼才能完成的 要修行训练皇帝的人 叫太史太父 太子时代就开始 太父在教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监督他的人 就是宰相 这一套系统一直存在 你当然不知道 我常跟各位讲说 宫廷教育 宫廷教育 你听不懂 科班教育 科班教育 你不懂 你进入我们华人禅堂里 他就科班训练 我跟你讲不是科班 是宫廷训练 你没现在游击队的野外求生训练 哪叫什么科班训练 你根本没有依据 自己想一想就自己搞 当你有福报的时候 你也会占有一片天地 你知道吗 你没福报 那你就败责为寇 为什么太义宾天国搞不起来 肯定搞不起来 他怎么搞得起来 他草盲流扣而已嘛 他还没打定天下 自己就有什么三公六院 怎么搞的嘛 汉高祖打下天下以后 他想睡一下 那陈平就跟他讲不行 起床 我刚刚才喝醉酒 对不起 为了万事子孙 起床 硬是把他挖起来 起床以后还穿龙袍 龙袍什么袍 那个流氓当惯了 在野外打游击的 穿龙袍了 戴帽子 戴帽子 你想想现场那个 刘邦啊 刘邦现在变汉高祖了 帽子戴完以后 穿鞋子 穿鞋子 你可知道 你现在都穿皮鞋 第一次穿皮鞋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穿下去好不好走两步 你没看到我就拿起来 都挂在这里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痛苦啊 你叫一个野人 还要戴那个帽子 还这里还会摇一摇 他甩两下子帽子就掉了 要怎么样训练 你以为那么容易 所以他的制度定下来 一直到现在两千两百多年 人类一直依循着 我跟你讲那一组智囊团啊 是人类唯一的一次 华盛顿在美国两百多年前成立的这个阵阳团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现在也差不多分崩离析了 他没有像我们建立那么良好的文官制度 他搞那一套选举制度 现在他大乱了 你要留意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部分 也一样 传统的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任何一个企业单位 若是想要把传统智慧引到企业里面来 他要先有一个机制转换 转换的机制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现在的企业是一种公立 劳资双方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尤其美国人说 给你的这种分化效果非常好 让你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把你企业分化了 你怎么全国团结 他还要跟你搞一人一票 你14亿人口你怎么办 要怎么样万众一心 团结一致 不可能 不可能 美国到现在都没办法团结 怎么团结 特朗普快要被碎尸万断 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自己要看好 这一个传统的智慧 你一定第一个要先把三个月试用期 转变为三年的试用期 这个基本概念不一定是三年 但是这个架构共同的理念 适应共同理念的方式是非常需要的 要不然你没有家庭核心 家庭核心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没有建立就是没有 你说我是几点来上班打卡 几点下班打卡 那你薪水就要给我 那你有什么生产力啊 你又怎么发挥企业的力量 包括现在的教育都一样 老师就要上课回去啦 上完课回去啦 学生变什么样谁管啊 谁敢管啊 动不动就是检查老师 他不管学生啊 学生永远是对的 是吗 老百姓永远是对的 警察一动用枪就有问题啦 是吗 你搞错了 在美国警察动用枪永远是对的 这一点你没学到 我们其他的地方你警察动用枪 你就用枪过当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得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 规则跟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他讲的是种族平等是没错 他真正的骨子里没有种族平等啦 还是白人至上啦 你以为全世界都在民主国家 都讲种族平等嘛 没有那回事啦 即使现在澳洲也是白澳政策 美国也是白人至上 你又知道这些cocation 高加索人啊 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讲的 知识型的人 永远都是傲慢 我执 他们是世界最了不起的 日本今天也是一样啊 你在这里不知道 日本人是自命为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他怎么那么优秀的你知道 你们大概都知道日本的食品是最好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日本食品是绝对不能吃啦 因为它的农产品啊 是全污染啊 所以它的政策很简单一句话 它的本土产品不接受任何的检验 全部及格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全部不及格啦 它不能检验啊 所以你到日本去看 它们高级人士所吃的食品 食物啊 农产品啊 绝对是中国的 因为它对中国输入给它食品 是最严格的检验标准来检验的 所以你会看到的 都是中国食品不及格的东西 跟你讲 我们地沟油卖给它 都比它们的油好得多啦 很奇怪啊 中国人这些今日份子到日本去 就把自己生产的马桶盖再买回来 甚至以偷回来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 你以为TOTO那个牌子是日本生产的啊 景德正的啦 现在还有什么日本产的啊 现在辅导的核能食品啊 意思要卖给人家 澳洲的教授骂死了 日本人最可恶 为什么 所以我说 我们现在还是满天金星的时代啊 你还没站起来 你只是醒过来而已啊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到底具备不具备 自觉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在跟各位谈这个地方 上一月的试用期延长到三年的问题 你不用叫嚣 我知道你必然会反抗 因为西方的这一套我们很清楚啊 你就要走这一套我总不知道 但我就要提出这个东西 让你面对这个问题去思考 今天这个东西谁讲啊 大家都这样混混饿饿下去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啊 什么感应超美 连哥日本你都感不过去啊 感应超美 所以坚定我们自己的传统 是非常重要 而且你一定要看到 中西方 我只讲中西方不是东西方 中国跟西方文明的差异在哪里 因为另外 印度文明跟西方文明的差异 还有印度文明跟中国文明的差异 还有印度文明跟中国文明的差异 还有阿拉伯民族的文明跟西方的差异 阿拉伯民族跟印度跟中国的文明差异在哪里 这个你必须去把它弄清楚啊 没有的话你不能妄自批评 现在最关键的地方在这一点 一个人在学校读书可以 这个地方啊 费用可以降到最低 因为你在学习嘛 你要付出嘛 这个可以降到最低 可是你要知道一点 你出了社会 你能够马上贡献吗 你马上要领薪水 这一套你没想到啊 你大概没感觉到 这一套制度在西方人是怎么运用的 西方人真正的教育是到高中而已 没有本科生 然后出社会去 过几年你要读书再来读本科生 因为你在社会混过了 你知道你要往哪边发展 再回学校读本科生 我们高中毕业就读本科生 你知道你要学哪一科 你的专场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就像你们要结婚一样干嘛要结婚 毕业就要结婚你去死啊 干嘛要结婚 要结嘛 所以结了就分了 这就结婚嘛 这早就跟你讲了嘛 不惯了看不惯不行啦 我们要离了还是分啊 你是怎么分这头跟分那一头 一样的都分啊 你根本人生搞不清楚啊 结婚要干嘛 有时候无知还好一点 反正无知啊 吵就吵了 吵一吵 吵久了也好了 问题是你吵不下去啊 一个脾气来干脆离就离嘛 谁怕谁离啦 灾难就一个一个产生啊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你要弄清楚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是婚前教育啊 我常讲说婚前教育 谈恋爱 交易性朋友 父母亲少管 结婚 结婚 父母亲一定插手 因为 结婚的事是两个家族 两个家族的事 两个家族要去谈一谈 到底要怎么办 尤其是你们都是独生子独生女啊 到时候是以你家为主啊 以我家为主啊 人家搞不清楚啊 哪还有女孩一样好 哪一样好 结婚的时候你看哪个好 所以当你婚前父母亲不先进行教育的时候 结婚的年轻人一定是灾难 同样的今天你要就职前要有个职前训练 这个职前训练跟婚前教育是一样的 职前教育婚姻教育一样 是整个社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啊 不能完全套用旧有的 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 那只没有去把它弄好 所以这个婚姻教育跟就职教育啊 一定要有而且要两三年 你不要把它当知识化 我讲的你听了没用啊 有个年轻人啊 有一天给我看 师傅你看这三个哪一个好 你知道什么吗 婚纱照 一个人照的三套 你看我选哪一个好 我说你三个都结婚了 还选什么 不不不不我只是先照了 我说你照了那你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 那另外两个呢 那就不管了 婚姻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定要照婚纱照 那有意义吗 我这个在普吉岛照的 我这个在夏威夷照的 我这个在关岛照的 照要干嘛 你有钱啊 三个人 三套 然后你只能选一个 对啊你将来你可以梦游世界各地 因为你都去照过嘛 可是对象呢 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啊 你知道你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 你脑袋里头是想哪一个 这不是问题吗 所以你在现代这种不忠不息 这不一定是西方的啦 西方人不会这样的 可是我搞到我们这里来 就忠不忠 稀不稀嘛 我们要不要你一定一套 很明确的 你说不要 我们最好就永远这样 告诉你不可能 社会不可能这样 你一个人可能 老爷有钱你怎么办 老爷可以每天换个太太 太太不能每天换老爷 你要留意到 所以站在社会的 这种稳定 与祥和的立场来讲 这个我们佛教叫律 站在你自己 知识而后有定的立场来讲 这个叫戒 戒是管自己 律是管与人和谐相处的部分 所以讲戒律戒律 大部分各位讲的都是律的部分 因为你不愿意管自己 所以根本就没有戒 你能不能管管自己 然后再看 跟人家怎么和谐相处 所以我们都是戒律戒律 戒在前面 不是那刻板的东西 管自己不是叫你压抑自己 跟扭曲自己 管自己是让你健康 让你发展的更顺畅 你要很健康的成长 才能够发展的很完整 假如你是病奄奄的 你还发展什么 那是关键啊 你不要用意识形态 自己把它扭曲啊 所以每个人都得管理自己嘛 现在西方教育 我们学到的就是放纵自己 不必管自己 不必管自己 什么叫自由 不对 是要自在 你的自由妨害了别人的存在 就不对 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个坚强而健康的观念 一定要有 你没有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行 你回到你的房间去 你要怎么搞都可以 因为那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离开房间 与别人相处 有两个人以后就不一样了 你一定要尊重到对方的存在 但人越多的时候 种类越多 那要如何相互尊重 而很自在 这是要彼此互相尊重的 所以你讲自由不能尊重别人 那不叫自由啊 那对别人是一种欺凌啊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看清楚 那回到企业里头来本身存在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是来为企业奉献 就好像我们为家庭奉献 可是家庭 以往的家庭是家庭对你有栽培 现在呢 这个企业对你没有栽培 现在问题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尊师重道 孝顺父母 为什么 因为父母栽培你 家庭栽培你 所以你必须孝顺 就回馈嘛 好了 现在企业本身没有栽培我 我是学校毕业来工作的 我怎么孝顺 所以现在你对小朋友是很难教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你没有教他 以前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 只有父母教 父母教什么他学什么 所以他一定孝顺 到学校老师教 所以他要尊师重道 对不对 现在不是啊 父母有养我吗 我到学校说我报平民孤儿 你要给我营养午餐 一个便当不够我要两个 早上跟晚上一起吃 你有教我吗 老师教我多少 老师教不到十分之一 大部分都同学教的跟网上教的 他怎么会尊师重道 他要孝顺的话 孝顺那些朋友 要不说同学养他的 要尊师重道 只好尊师重道手机啊 因为都是从手机网上教我的 所以站按下去我就感恩了 现在你网上一打开看看 对我们的点赞是最佳的什么赞成 对不对 你就搞这些吧 孝顺在哪里 尊师重道在哪里 你都完全忽略了 所以站在企业的立场 广为建教合作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 你不要光是像列人头到各处 美国是流行这个人头公司啊 到学校去找优秀的我抓过来 那当然那你就签他了 他优秀的你要他来 那你就要给他 那这些人啊都会暴毙的人 因为他为了得高薪 就是劳之对立的关系嘛 他是高端的 听懂吗暴毙啊 为了高薪啊他会不惜一切的付出啊 这是一种病态 那问题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定性的 不可造就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跟你讲建教合作是很重要 在建教合作当中我要求的 要要求的 不是生产力的问题而已 除了生产力以外 我要的是人品 这个时候学校的教育 就会往这边走啦 人格养成教育就很需要 这个人格养成教育啊 就是要他懂得 伦理与道德 因此你加入我们这个家 新的家的团队的时候 这个伦理与道德就能起到作用 可是当你都没有这种教学的时候 他就功利主义啊 他就跟你对立啊 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啊 传统教学上的重要 而且还不直辞 公司是对学校有这个要求 那么公司有些专业的领域的人 他要去带他的徒弟 这些经理人或者专家们 要到学校去教书 他不一定教多 他要教的是我的专长 我的职务 里面到我们公司来欢迎 有关这一方面我来教 你要拜我为师 师徒制就可以建立 你假如没有这一套 不可能 他不是要去多 他一年去一次就可以 那么有两个学分 他来上两个中头的课 下一节课是另外一位经理 或者是另外一个技师来教 那么这个公司里面有多少部门 他就都知道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根本记不起来 这个老师来他看帅不帅 那个老师来看他美不美 讲的内容鬼打架 谁也没听到 会有这些人 但是你必须要教 当他变成一种风气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我要认定哪个师父 你现在没有 就看哪一个调皮捣蛋 哪一个会造夹 哪一个会戴面具 你就都找这些 所以金令巧诈之徒横行 这个叫做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的时代 所以佛这个时候不来成佛 不会有圣人的 圣人来这里挨骂 糟蹋 都是这些金令巧诈的小人 从建教合作当中 把人品道德 伦理的观念给架构起来 开始有师徒传承的时候 这个老师要教这几个学生 不要多嘛 因为你在职场上 可栽培的能栽培 有的人也会阿谀 会奉承 也会找关系 贪源 会有 但基本上 作为一个领导者 一个干部 在选择可栽培的人的时候 我想八九不离死 八九不离死 优秀的 可以为中间干部的 你一定会捞起来 那这样子一个单位 一个公司 是一个企业 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就没有问题 因为你有干线 有主干 不会说一个CEO自己要干什么 不是 而这个需要社会的风气 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公司 所能为 而在中国 这是很好做的 如果国有企业要下放 这个制度必须先行 我们的转型 会很完整 不会有动荡 如果是一个企业要下放 由大变小都可以 不一定像美国现在大到不可以倒 那是很可怕的 它那个大是很可怕 它可怕在于贫富悬殊 因为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那百分之一的手上 其他的指令薪水而已 而这个薪水结构 不是薪水结构 是薪水的来源 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各位 可能不知道 可能也知道 知道等于不知道 我跟你讲 美国人掌握的是所谓智慧财产权 你知道智慧财产权是谁的 是谁创造的 公司的对不对 那个智慧财产是谁创造的 老板吗 根本不是 是工程师 你现在你把这个结构 你看看怎么合理 工程师有几个人 他有个发明创造 现在4G到5G 3G到4G等等 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或者一个团队发现的 对不对 发现的是你的吗 还是你们的 绝对不是 发现的是我们的 为什么 公司的 好了 发下去 给郭台铭做 或者给哪个做 做好以后我拿回去 然后我卖出去 钱是公司的啊 对不对 那公司要怎么办呢 他不能独吞啊 他要发给下面的员工啊 那员工呢 是发明者吗 不是啊 发明者所获得的其实是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要分给员工 绝大部分要分给员工 我跟你讲不会超过20%啦 这20%的利润或者收益 是发给全公司所有的人 其他百分之八十啊 股东分配 股东全分配吗 也不是 股东顶多分配百分之十而已啊 所以其他百分之七十是那些 常务理事分配的 他怎么会贫富不悬殊呢 所以他在朝什么 智慧财产权 是为他们的利益既得者争取的啊 那你知道啊 谁跟他要智慧财产权啊 你看在中国生产 要不要赚钱 赚钱赚的钱走那一条金融的路线回去 他算不算贸易顺差 美国一年从这个拿回去上万亿美元了 假如把他抓 寄入 经常账账户里面 他是顺差国啊 不是逆差国啊 哪有什么逆差 你从中国捡多少羊毛回去啊 有没有算啊 所以贸易逆差是个借口啊 智慧财产权是个借口啊 他就拿一面起来跟你 谈另一面他不讲啊 我们跟人家谈判什么 怎么不会谈判啊 这就关键嘛 所以跟各位谈我们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企业文化不要再走洋人的企业文化 因为他是用那个东西在操纵你 你能不能独立出来 从文化的立场来看 我们的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跟你讲的只是企业文化而已啊 那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你要知道 当今的企业文化我们学到别人的是学错了 学一小部分 然后这一小部分谁最喜欢呢 小人最喜欢 因为他在专道德漏洞 借着法律的漏洞 他在专道德漏洞 是极为无耻的一个小人行为 所以你常听到人家讲 孝贫不孝仓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无耻嘛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现象 你要能够穿透 这跟我们讲宗教讲佛教无关 是你的良知问题啊 当然你是定性者 或者缺少精密度的人 只是在社会上混混 混的钱多 够饭吃 还有剩余 可以买房子买车子 不小心多的钱太多了 在国外弄个寡妇村 寡妇村听懂吗 移民 干嘛移民 把太太跟儿子送过去 然后自己在这里 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那你不就变寡妇村了吗 然后美其民 为了孩子更好的教育 跟你讲 这不只自欺欺人 根本就是瞒天过海 哪有那种事 既要跟人家结婚 又把人家弄到国外去 你自己在国内干嘛 我跟你讲 那种先生里面去调查 有几个是坐怀不怀的 只有一种 也是四个字 坐乱不怀的 他有办法 所以那些假借 什么移民 叫做国外教育比较好 你见鬼啊 国外怎么教育比较好 到国外去啊 被欺凌 孩子到学校去英文又不好 要不要被欺负 我看到一个不被欺负的 他在那边就专门打架 谁欺负他他就打 这个不被欺负 其他的呢 你敢教育你的孩子去打洋孩子吗 所以只有被欺负啦 他人家种族平等 人家种族平等 你被干掉都不知道 他有枪你有枪嘛 你有枪他就说你有蓄意 他有枪 他本来就有枪权啦 你懂吗 你不懂啦 我们就看到洋人跟他讲佛法 他说你不能跟我讲佛法 我说为什么 我们有信仰自由 他们来跟我们讲耶稣基督 我说你们不能跟我们这样讲 我们有弘法自由 两种话都是他讲的 他有信仰自由我不能弘法 他有红法自由我不能不听 你懂吗 你懂外国个屁啊 我看到移民出去 我说你怎么移来的 我说技术移民都不要钱 我说很好 你现在搞什么技术 因为我在国内是学什么学什么 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没有啦 我说干什么 没有啦 没有啦 怎么没有 没有你怎么移民啊 大楼管理员 我说你去死好了 你这样有脸见江东富牢吗 你没有学什么 所以那个假记种种理由啊 只能叫无耻之徒啊 你在做什么嘛 你想想看 你只是要找一份工作 不必那么辛苦啦 在国内虽然辛苦啊 总有几个好友嘛 对吧 在国外呢 你有几个好友 除了被欺负以外 你还有什么 到那边读书是你的灾难 我跟你讲 在那边工作啊 是你的不幸 你以为你有钱啊 这边贪污了 不一定贪污啦 只是不择手段啦 把国人的名子名高啊 压榨一番 然后到国外去 住在那里 没有朋友 自己就面对了几棵老树 也很奇怪 中国人又喜欢砍树 说在我的家里围起来 里面有个木 是困 可是你都没想到 你围起来在里面有个人 是球 就把一棵树砍掉了 警察就来了 这棵树是怎么样 你每个月罚多少钱 要罚多少年 很简单啊 他已经活了一百年了 那你每个月要缴三十块 缴一百年 你敢吗 你懂吗 那我们的风水 风水是你们中国的 这里树就是不能砍 你不习惯 你不习惯 别想那么多 我们只想 把西方的优点拿过来 我们中国文化拿来运用 他们有什么优点 那我们要看彻底 你不要看表面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才讲 从中国传统的智慧 要跟企业文化相结合 除了前面讲要有个CEO以外 那我们要有建教合作 在他的学生时期里 你就要把我们公司里头的价值观 宗旨理念 传递给他 符合愿意跟我们共同努力的 欢迎过来 那我们应当要以对子女 或兄弟的态度跟立场来对待他 这叫父慈 那么员工们要以对父母的孝顺之心 来为单位负责 这叫父慈子孝 那么同才之间相处 就是胸有地公 五轮都可用 我们对于客户的要求 也是一样 是一种信誉保障 售后服务 对不对 都可以跟我们的轮场 五场五轮完全相匹配 但是你的整个架构要架起来 绝对可行 没有不可行 只是你想要用 揚忍的那种一次性交易的对价服务 那就不可能 因为这些是需要时间栽培的 而我们的民主文化 本来就是时间相续下来 它不是一次性交易的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一次性交易 是二战以后 美国好莱坞文化所塑造的 你不要被骗 那是不存在的 你们去注意看看电影是怎么拍的 整部电影下来 百分之百是造假的 尤其你看那些武侠片 还有美国的那些超人影片 全部是造假的 铁达尼号这边叫什么 泰坦尼克号 你知道它掉到水里 在海里的那个镜头怎么拍的 在哪里拍的知道吗 叫游泳池拍的 你以为就在大西洋上很冷 游泳池 为了要把那镜头拍下来 那游泳池还温水游泳池 你还看得好感动 泰坦尼克号 是啊 历史是有那件事没错 可是你所看的电影全部是假的 他用那种电影文化向全世界推销 它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他推销得非常成功 把美国的英雄文化完全推销出去 所以我们就接受那种虚犯的文化 跟虚犯的价值 所以再也没有人愿意 认真像舞台戏一样 像前天周鸿老师这种表演 用真正的歌声来 告诉你 那电影里面唱歌都是假的 他只是对嘴而已 后面是有人唱的 后面是有人唱的 能够像周鸿老师这样现场 真正实力的表现给你吗 没有啊 我们就喜欢看那个 你以为明星真的明星吗 那是造假出来的明星啊 有几个是真明星啊 那五打片也很厉害 是不是替身打的 对不对 就算他在那边翻头虚空 那也是假的啊 吊钢丝吊上去在那边翻 然后一个口令 好 开始 镜头对上去 不行NG再来一次 好 开始又来NG多少次 有没有 你也知道他骗人的 可是你就愿意跟人家抽票房啊 干嘛 演戏是疯子啊 看戏是傻子啊 是吗 我告诉你 演戏是傻子啊 因为被人家装在那里啊 看戏是疯子啊 那钱一直丢一直丢 再丢 这台上演的这是真功夫啊 谁看啊 为什么现场舞台剧表演的 没人要看啊 要看那个 因为他会夸张嘛 他造假嘛 然后一下子过去 你就很爽了 一部电影看下来 多少造假很刺激的东西 你到现场来 就在一张嘴巴 噢噢噢噢噢噢噢 这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那真功夫你不欣赏啊 我们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生啊 你每天要生活 每天要工作 不要再抱着那虚幻的态度 去追求那虚幻的境界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孙 踏踏实实的 过个实实在在的人生 所以我们跟你提起这个部分 企业文化的架构 不是一个口号 不是一个slogan 很好听啊 科技始终不离人性 倒闭啊 哪一家 Nokia Nokia 对不对 那口号再好还是倒啊 现在想要遇火重生嘛 是吧 还要搞得要死 我看他跟安卓要搞一个新东西 大概可能再死一次吧 踏踏实实的工作要紧 不是要绚丽的口号跟外表 而我们历史上一直如此 因为我们不理 不理我们的宗旨 我们宗旨 你一定要记得 天命之为性 帅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你一定要记得 天命之为性 这个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你要知道 道是我们的标准 不可离开 所以叫中 庸 庸是平凡啊 很平常啊 你不要以为中庸是什么 加起来除以二叫中 你搞错了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这个中就是那个道 发而机重结 未知和 所以至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有本有梦 不管你这个道 本来叫中 或者叫道 都好 或者路也好 或者叫平常心也好 都一样 喜怒哀乐之未发 用现在的哲学语言来讲 就叫行而上本体界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一路下来的 所以皇帝有皇历的修炼术啊 他还是在这个中 中道上 因为一直坚持这个中道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每个皇帝有他的性格 有的就偏向皇老之术 有的比较偏向法家之术 有的是坚持辱家之术 但基本上不理这个中道 一直是本着天命之威性率性之味道 这一路下来的 所以我们从行而上本体界 到行而下本体界到现象界 一直是守着这个部分 即使皇帝治国也是一样 老百姓人生也是一样 今天讲到我们不讲你也不是皇帝 所以我也不是太师太富 我们都有老百姓 所以讲企业文化 那你就必须照这样来 但你离开这个就不是啦 那就凡夫啊 批夫批夫啦 那定性定向的 你整个那个样子 再高也是那个样子 所以再怎么换朝代 你也是一样 那你就不是士太夫 不是君子 我们作为一个君子 敬可为将相公侯 退可为处事 居事 这才是我们讲的君子教育 所以我期望各位啊 因为你在社会上 属于白领阶级 白领就是三四级干部的人 叫中产阶级啊 车间工作的人是职员 通常来讲是五六级干部 车间里面的班长啊这些啊就是基层干部啊 不是中间干部 那假如是高层主管 一二级干部的话 那这一点是你的使命 可是你要知道 很多人啊 零为基头 不为马富啊 不做牛屁股 零可当基头啊 自己搞个小事业 可以发展他的理想 那不是理想 那叫做我慢 每个人都有理想 没有错 从这边讲每个人都有理想 其实是我慢 他的慢心 他想当鸡头嘛 结果有没有当鸡头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啊 他以为说我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结果是早起的虫被鸟吃啊 有早起的鸟 就一定有早起的虫嘛 只是你这不自量力 你到底是虫还是鸟 搞不清楚啊 所以会死伤遍野 你假如是个一般的老百姓 你最好是稳稳荡荡的 一个公司就像一个什么 国家机构一样 我这辈子就这样做下去 你不用担心 他也会倒闭 没错 因为你没福报 就会碰到倒闭的老板嘛 你有福报的话 老板不会倒闭啊 真的啊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人生有人生的标准 你不会修行不要紧 修养总需要 修养就是伦理道德人品 这个部分做好 假如这个部分你都不管的话 那你就悲惨了 这辈子靠福报 没有了福报啊 那我跟你讲 老鼠蚂蚁 那种果报就会现前 所以期望各位 在这个地方 获得各位应有的 这种人生指导 好吧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讲 那就有写的写过来 没写的举手发言 和尚我想请问一下 第六意识是什么 然后你在普贤心听当中说 有第六意识的人是有智慧 但是他就像一个大仓库 不会表达 那这个智慧和今天讲的这个智慧 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同时就是 第六意识的人 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表现形是有哪些 他的利与弊是什么 谢谢何长 有智慧的人在生活上的表现 跟没有智慧的人在生活上的表现 是一样的 不会说有智慧的人的表现 就比较不同 有智慧的人在生活中 表现是跟没智慧的人一样 不要以为有不同 这是向上 有智慧的人跟没智慧的人 他的不同 是在本质上不同 所以有智慧的人看到这是花 没智慧的看的也是花 假如说 没智慧的人看的是花 你必然的嘛 对不对 因为他是花 有智慧的人看的不是花 我看他是眼睛有问题 他不是有智慧 他是眼睛有问题 我们台湾的俗话叫做眼睛脱窗 要不然就射忙 他明明是花 他怎么看不是花呢 但是他有一个地方不同的 他看花是花 你看花不是花 为什么 这花都烂了 你怎么不换心的 这个怎么跟昨天一样的 因为你有很多凡夫的判断在里面 那么对有智慧的人 从这个层面来看 他看花还是花 就是花 没有别的 就这样 所以他很自在 就这样 你把它拿开 拿开就拿开 就这样子 他反复在看 昨天有花蛮好看 今天怎么没花 就变这样了 因为他有那些分别 有智慧的人是不分别 那你会觉得应该会分别的人比较聪明 不分别的比较笨 对吧 这就是聪明跟智慧的差别 有智慧者他显现的好像比较笨 他不是比较笨 因为他只有眼睛接触到这个沉静 不加工没有分别 凡夫的大脑 他就是接触以后他会加工 这个红花 那个白花 红花怎么这样 那个花蕊又怎么又分 也不拿掉 这个插花的人也不负责任 就一堆烦恼来了 因为你会分别 所以有烦恼 那有智慧的人 嗯 花就好 存在只是存在 他没有他的价值判断 他不加入价值判断 聪明的人以为他有判断 他就聪明了 所以我们跟你讲 聪明 灵力 精明 能干 叫做业障 OK 还有哪位师兄有问题 或者可以提小纸条上 师父我问一下 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是不是缺乏了 例如像西方文化那种一脉传承的批判精神呢 因为无论从苏格拉底再到布拉图 再到亚里士多德 他这种批判精神是一直存在的 而我们国家 我觉得 从那个孟子 是能体现到一些批判精神 再包括宋朝的这种 从这个浙东学派 再到过明朝 也有一些 后来的这种 维护皇权 批判精神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而这种批判精神的消失当中 它能维持它这个 文化的这种纯洁性吗 中国传统文化里 一向不缺少批判 你要记得这一点 那么你讲的 他们的批判 从苏格拉底 布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一系列的批判 他们的批判 跟我们批判不一样 不是我们没有批判 那个谁啊 什么惠王啊 问孟子啊 孟子第一回答 第一个就批判了 对不对 那王问说 怎么有利于我国 孟子马上回答 合约力 先说易 就批判了 怎么没有批判 他要做答就先批判了 像我也是一讲就批判了 半天啊 怎么没批判 他们的批判啊 是作对厮杀 西方的 中国的批判啊 是小语大义 不是没有 中国历史上 一讲一向不缺少批判 那个儿子共问 说 你老师啊 你这样太迂腐了 应该要怎么样 名不争言不顺 不能这样讲 孔子马上就 有也 狂 你太也了 太狂了 什么没批判 一讲就批判 他怎么没 这种批判 我们都觉得都在骂人 所以 师父 你讲就讲 不要骂嘛 批判啊 不是没批判 批判呢 都被认为说在骂人 不缺少批判 不缺少批判 所以你的命题不存在 但是你看 具有批判精神 在中国当中 基本上 基本都已经失常了 没有失常 这个陈亮 这些黄宗熙 这些基本上是不被 这个当朝所洗啊 不会啦 我们批判一直存在的 而且我们也一直 一直在推陈出心 哪有失传 你看齁 秦汉的建筑 唐宋的建筑 明清的建筑 都不一样啊 这不是又批判 一直在进行吗 哪有失传啊 现在新中国成立 新的建筑又会有啦 我跟你讲 现在你看的这些建筑 大概一百年内 全部会炸掉重盖 现在还没有中国的建筑出现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建筑 有自己的服装 有自己的服装 你现在穿的都不是服装 你根本没有穿衣服 因为你没有穿到中国的服装啊 我穿这件衣服 人家说师傅 你怎么不穿衣服 我说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没穿衣服 不是啊 你要穿衣服啊 我说穿衣服是服 你知道那衣服是什么时候的吗 现在您所看得到的叫大领衣啊 那是明朝服装 跟唐伯衣服同样的 只是唐伯衣喔 花花绿绿啊 知道吗 我们申服啊就要素色 它单衣颜色 这样子而已 那款式 你看唐宋是不是大袖子啊 对不对 大袖子啊 他原来这个袖子啊 是没有车起来的 是空的 所以非常飘逸 到宋朝以后啊 不一样 他把它袖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宋朝是文人时代 这文人有一点很可怕的 我跟你讲可怕 你不知道宋朝文人啊 用香水是天下第一啊 是男生用香水啊 他不但用香水啊 不是香水啊 用香氛啊 现在叫香氛不用香水 他那个要上朝 跟皇帝见面的时候啊 他衣服啊 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熏香 熏香以后要把香气 灌到那袖子里面 所以他要缝起来 然后抓着这个袖子 跑去上朝了 皇帝会一个一个点名来报告 他要报告之前把袖子放开 把这个压 香气往皇帝那边一冲 他报告什么 皇帝就 好香啊 然后他要报告说 皇上香吗 香香 然后他就退下去了 王安石气得要死啊 你这到底报告什么 怎么没有 时代一直在进步 我们一直在改变 所以到宋朝还有新发明 四大发明出现 怎么没有 我们一直不缺乏批判的精神 批判都有 不会没有 你放心 服装我们一直在改进 那个只不过是一些物质文化的 我说是思想文化 思想一直没变啊 现在有几个思想 你到现在来你看不到 是你看不到不是没有 我们思想到朱子到王阳明 理学心学继续在发展 只是到了满清以后搞个文字域 才把它固死了 但是我们考古训古学还是一直很发达 这个生命断不了的 现在呢 因为满清末年天下大乱 我们民主自信心自尊心的丧失 现在要赶快回来又有点自大 你知道吗 稍微搞一点科技啊 有点成就啊 什么高等飞机啊 武器下角子啊 就开始自大起来了 告诉你啊 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没完整 还没完整 科技的部分 我们只有科学的技术 我们没有真正的基础科学 中国要想真正强大 要到基础科学建立以后 举个例子啊 举一个例子啊 今天的飞机啊 都要电力跟燃料 我们2500年前 我前面讲了 鲁班发明的飞机啊 不要燃料 也不要电力 能够飞三天三夜 这个理论能不能写出来 这个叫基础科学 这个叫做基础科学 现在我们就缺少基础科学 所以你所看到的思想上的问题 我们从科技上面 照样可以看到 我们还没有恢复 民主的自尊跟自信心 所以如何恢复民主的自尊心跟自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这个没有的话 你其他都别讲 我们现在所要推动要进行的 也是这个东西 至于织墨上的运用 向上跟用的部分 我们不缺 体上的部分 我们中断了 怎么把它接回来 只要王阳敏的心血 能够再续下去啊 大概以儒交为核心的 新时代文明跟思想 会重新展开 会重新展开 这个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因为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里 我们看到了这些 甚至我还跟你们讲 宫廷教育 我们都还可以接续下去 现在在讲的这些国学 还谈不到宫廷教育 而我们的宫廷教育 一直很完整 到满清灭亡都还存在 都还存在 不用担心 新的时代会开始 好 最后一个 想问一下师傅 就是女儿从三幼儿园 就学是国学幼儿园 他们读那个经典 那我想问一下他学的这些传统文化 跟您今天所讲的这个传统智慧 所以能挂得上钩吗 然后再第二个问题就是 请您对孩子 如果让他想学习 传统文化 有些就能给一些建议 你要问的这个问题 你要问的这个问题 我可以简单的跟你答 因为一下子他们可能也掉不出来 整个教育 我们从结婚前 一直到结婚后 到你怀孕 到孩子 一岁到三岁三岁到六岁六岁到九岁九岁到十二岁 一直到三十岁以前的教育系统都有 但是现在没办法跟你讲那些 至于你说小孩子让他上的国学教育 跟我们所讲的传统文化的教育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但是有效没效 这个很难讲 有一句广告说 学琴的孩子不变坏 那我可以告诉你 学琴的孩子长大都不弹琴 因为他没兴趣弹 我一个小孙女 叫他学跳舞 他就不跳 叫他学音乐 他也不要 他唯一的就是要芭蕾舞 其他他就不要 那你就给他学芭蕾舞就好 对不对 你看芭蕾舞应该音乐跟舞蹈有关 可是他那边就没兴趣 同样的 学国学当然很好 可是他有没有兴趣 我们对子女都愿意投资 这没有问题 你也认为学这个好 这也没问题 问题 是你要记住一个问题 宗教不能职业化 教育不能量产化 你把孩子送到一个量产的地方去学的话 大概学不出你预期的效果 只要量产 所以现在我们教育都量产了 所以呢 没有人负责他的 有没有那个黎色笔 激光笔 这个是值的问题 你在一个量的问题上来讲 我们是可以这样子 这个 跟你讲 因为刚才有讲到这个婚姻教育 他是婚姻教育 到你怀胎的时候有胎教家教 然后出生到零岁到三岁六岁一直讲到三十岁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我要跟你讲 灵性年龄是以十五岁为划分的标准 这是孔子讲的 无时有五而至于血 从这个地方看 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成熟不成熟 是以十五岁为标准来判断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 包括在座各位 你的心理年龄可能只有在六岁到九岁之间 为什么 这是爸爸说的时候 有没有 孩子六七岁七八岁去跟同彩相处 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去学校回来就老师说 你现在电视说 专家说 医生说 报纸说 有没有 所以教小孩照书养 还是照网路养 你的年龄其实在六岁到九岁之间而已 你不要以为你当爸爸妈妈 跟你讲 你的年龄是还在这里而已 心灵年龄 因为你不能独立 孩子到什么时候才独立 九岁到十二岁他就会信念独立 女孩子开始 妈妈高跟鞋 口红拿来涂 男孩子开始学爸爸走路就手背在后面 走路就一咬 有没有 他想要独立 这个时候还在学习 他这个时候我就去看 他专家的方向 跟他干嗝 而想要独立 你自己自己自己 здоров 这处ID 还是管道那些 所以整个教育我们是有这个系统的 这里六岁以前 六岁以前 有没有 身体安全长大 到这个六岁到十二岁是自我认同 很重要的 到这个十二到十八岁是灵性的 独立性 有没有 这个教育我们是讲得很清楚 跟你们讲的教育不一样 你那个西式教育 什么心理学辅导 什么东西 跟你讲没用啊 很多人在学心理学什么 那是要赚钱用的 一个行业 不是真的 真的我跟你讲 你按照这个过程你去慢慢看 到这个时候 十五岁到十八岁是族群认同 灵性成长 到这个十八到二十一是成人理 值钱分钱教育有没有 到二十四岁搜寻你的人生是什么 到三十二立有没有 这个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教育 等级不同 所以你现在你讲的孩子大概是三岁到六岁之间的问题 对不对 六岁到九岁这个都有问题 每一个地方有一个阶级的教育不同 它只是个概说 因为有些人根本他就无法成长 无法成长 他缺乏独立性 缺乏独立性 能够独立的孩子他一定会漫向未知 去超越自己 想想看各位 你自己有没有 大概都在已知的范围内 没有办法漫向未知 所以这个时候你多余的能量 你就开始做造恶 因为你不漫向未知 漫向未知的 那种生命感跟生命力很强 他不是造恶 不是造恶 我跟你讲 那个部分 涉及到族群的问题 15到18岁 这个时候 他可能 族群的认同有问题 而被排除掉 他的人生 我们看的人生是这样 有没有比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这一点是中位数 人类 社会大概分这两群 这是正向发展的 这是互相发展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的人 大概占10% 这部分的人也占10% 你假如从这里把它折过来 倒数第一名跟第一名的人 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一样的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个东西 这个人叫谁啊 盖邦邦邦族 现在是不准盖邦邦族存在啊 否则啊 盖邦邦族绝对影响选举的选票 因为他是广大群众这一半的影响者啊 你当总统啊是这一半的影响者而已 他台面上叫白道 这一个是黑道 而我们社会上真正的人是围绕在这个地方的人 真正影响我们社会的人是这一段人跟这一段人 后面这一段 你对社会要了解清楚啊 你因为你捅了一个大楼子问到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直要教我们的孩子要希望他变成这样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早死 看不到啊他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人 知道吗 因为你所给孩子的DNA啊 那个IQ啊 是大家都一样的 只是他的环境把他的知识往那边推 还是往这边推而已啊 知道吗 我们要他学国学是要他学智慧不是学知识啊 你能不能给孩子以智慧而不是只有知识而已啊 我们把国学当作知识来吸收的话 你钱都白费了 那你何不让他到学校去学知识在社会上有好好的竞争能力呢 那你就走这一条路嘛 对不对 那你不走这一条路你叫他去学国学的知识啊 那我告诉你他将来可能会变成这里 有一个人你应该认识 木之旁柳夏慧 认识吧 孔子时代的贤人 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有两种人 一种是道德情操非常高亢的人 一种啊是性能感 对不对 女孩子脱光光坐在她怀中她不起作用 那有人就批评他是性能感 不 这个人是很有道德情操的 有一天啊孔子跟他讲 刘夏慧啊 叫你哥哥不要做坏事啊 他哥哥是谁啊 襄阳大道 叫道拓 叫他不要做坏事啊 叫他不要做坏事啊 有些会跟他讲你去跟他讲 不要叫我去讲 坏人都叫我做你自己去讲 好了有一天啊 孔子碰到道拓啊 你怎么进做坏事啊 有些会有哥哥啊 道拓啊 就跟他讲 我做坏事吗 我是这里的人啊 对不对 你做好事啊 你是圣人啊 这里的人啊 他对啊 他对吗 孔子认了一下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把他折过来 他开始教孔子怎么做人啊 孔子不是专门在教人家做人吗 他说你教了半天哦 带面具的人很多啊 我只是不带面具啊 你不要以为我坏人啊 我有偷人家东西吗 就说我啊 孔子当中说有啊 他说不对 我是抢人家东西 哇 那个富有的人太可恶了 我把他抢来给穷人 有什么不对 其实以当时道拓跟孔子所讲的那一套理论 告诉你 道拓是告诉你 我是没有执照的官员 我是在执行什么 收税任务 然后把税金分配给穷人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古代的人是很单纯 他只是做他要做的事 这个叫好事 你这个富而不仁 他就以孔子的话讲 富而不仁 我只是替他行人 把他的财富不失分享给穷人 这不是你做的吗 孔子就不敢再讲话了 好吧 还有意见吗 那好 感恩海云师傅给我们的精彩开始 大家起立 欢迎我们和尚的表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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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